一名小女孩在逛商场的时候被人绑架 这起案件几乎出动了纽约所有的警命 可最后却查到绑架小女孩的是她的亲生母亲 因为案件涉及到儿童 所以每一步的处理都要慎重 在事情的真相还没搞清楚之前 检察官司通还要判断一下 自己到底要把这夫妻俩的谁告上法庭 虽然珍妮的律师极力想争取立案 但还是无法否认证据不足的事实 现在因为争夺孩子监护权问题产生的诬告也比比皆是 所以司通不得不谨慎处理 于是助理开始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他先是调查了一个跟珍妮一样被雷蒙娜救助的女人 通过询问助理得知 雷蒙娜不仅帮女人争取到了女儿的抚养权 还将她丈夫送进了监狱 并且跟珍妮用的是一样的理由 都是丈夫猥亵了孩子 于是助理又去找到了另外一位父亲 他说我从来没猥亵过我儿子 可他们拿出了一卷录像带 我儿子在录像里面说我猥亵了他 没办法我只能妥协 在我让出抚养权以后 我妻子直接放弃了出庭作证 所以这起案子才没有进行庭审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我儿子 每个月一千一百美元的儿童抚养费 可我连探视权都没有 在询问过几对雷蒙娜处理过的案件的当事人后 助理发现雷蒙娜做的事情 很大一部分都带有浓重的个人情感 几乎都偏向帮助女性一方 并且目的心也较强 都是帮助母亲从父亲手里争夺抚养权 如果真的让她出庭作证 对控方来说也许会是把双刃剑 于是司通又让警局的心理专家 对萨曼莎进行了心理评估 经过一段时间的单独交流 专家告诉司通 雷蒙娜和孩子的母亲 都对孩子暗示的太多了 孩子自己本身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她也很难判断 到底猥亵的事情有没有发生 司通问那格里呢 她符合性骚扰者的特征吗 专家说50岁中年男子 没有前科 我认为应该不是 除非她有志向家庭成员下手的偏好 而据调查格里跟她的第一任妻子 也育有一个女儿 于是助理找到了格里的大女儿 女孩说我记忆中确实有些事很奇怪 我记得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 我听到楼下大厅的房门打开了 然后父亲走进了我的卧室 我尿床了 我觉得那样可以保护我自己 助理问保护什么呢 可问到这里 女孩却拒绝谈论下去了 得到了这个证词以后 司通认为萨曼莎可能真的被她父亲猥亵过 如果她猥亵过第一个女儿 那她肯定会对另一个女儿再下手 可现在的问题是 大女儿不愿出庭作证 给萨曼莎验伤的医生和雷蒙娜 都有个人情感倾向不明确问题 萨曼莎本身也不是个好证人 所以检察长建议司通 以二级性虐待跟格里达成协议 否则真的开庭 并不一定能得到她想要的结果 可格雷却坚持说 自己根本没对女儿做过那种事 她不会为自己没做过的事情认罪 这不仅会毁了她的生活 也会毁了萨曼莎的生活 谈判失败 于是第一场庭审开始了 第一个出庭的是雷蒙娜 司通先是让雷蒙娜向法庭说明 戴性虐待案件中通常会遇到的情况 雷蒙娜说被猥亵的儿童 在被问起事件时时常会哭泣 他们会表现出愤怒 恐惧和悲伤 并且孩子们都不愿意谈论事情的具体细节 司通说从你专业的眼光看 萨曼莎符合上述特征吗 雷蒙娜说是的 差不多每项都符合 司通问有没有可能 萨曼莎受到所谓的性虐待完全是异造的呢 雷蒙娜说我认为这不可能 我无法告诉你具体的细节 但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接着轮到律师进行问话 律师说有事情发生这种说法太含糊了吧 雷蒙娜说我是心理医生 不是精神学家 并且这两者都不是精密科学 律师说那可能意味着很多事 你能否从医学上得出肯定结论 格雷猥亵了他女儿呢 雷蒙娜说虽然不能完全肯定 但我认为他猥亵了他女儿 律师说你作证说萨曼莎 经历了与他父亲有关的创伤 这是否包括他母亲 让他认为自己的父亲猥亵了他 雷蒙娜说如果你是暗示这项指控 是他母亲灌输给他的 我不认为那是真的 律师说萨曼莎从商场被带走以后 被关在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下 如果他认为离开的唯一办法 就是指控自己的父亲干了坏事 那他有没有可能撒谎呢 雷蒙娜说有可能 但他不需要撒谎 他只是把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出来而已 接下来出庭的是珍妮 珍妮说我是格里的第三任妻子 我以为我会是那个 让他定下心来的人 可我错了 斯通问是什么 让你觉得自己错了呢 珍妮说我觉得格里 对萨曼莎非常痴迷 这不正常 斯通问哪些方面呢 珍妮说他到哪里 都想带着萨曼莎 他不肯让萨曼莎离开视野 他总是抱着萨曼莎 太有战友欲了 斯通问为什么 你请雷蒙娜帮你隐藏萨曼莎呢 珍妮说 萨曼莎说他和格里 还有那个保姆一起裸睡 我试着去问是否发生了别的事 可我吓到他了 我的律师说 雷蒙娜知道该怎么问 接着轮到律师进行询问 律师说你都不能跟自己的女儿 谈话是吗 珍妮说我不知道 我的怀疑是不是对的 我需要专业援助 律师说 所以你确实认为 你丈夫做了什么坏事 珍妮说我不知道 律师说 或者你只是嫉恨你丈夫 为了更年轻的女儿抛弃了你 珍妮说 我很担心 我有权利担心 律师说 你当然有权利 但你不能对你的女儿进行洗脑 珍妮说 我没对萨曼莎洗脑 我请了医生 接下来上庭的是萨曼莎的医生 斯通问你有没有为其他 有关儿童性虐待的案件 提供过咨询意见呢 医生说 我为虐待儿童保卫联盟 提供志愿服务 我出诊不收费 斯通说 现在请告诉法庭 你对萨曼莎的身体检查结果 医生说 我检查出 萨曼莎以某种方式被性虐待 接着轮到律师进行询问 他问医生 萨曼莎身上的伤 是否可能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 医生说 我不那样认为 律师又问你 为多少个类似的案子 提供过咨询吗 医生说22个 律师说这么多 那你有做过被告方的证人吗 医生说 在我所有的案子中 被告都是有罪的 律师说这样吗 那有多少个是被宣判无罪的 医生说13个 律师说 你不是说他们都是有罪的吗 医生说他们就是有罪 律师说 可法律不这么认为 休庭期间 斯通和检察长 对目前的情况进行了讨论 现在的形势 对他们非常不利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萨曼莎出庭作证 可斯通却觉得 这种方式太冒险了 萨曼莎现在思维非常混乱 心理专家帮她演练了六次 每次都是不同的答案 可如果不让萨曼莎上庭 陪审团会觉得检方隐瞒了些什么 没办法 他们只能让萨曼莎出庭作证 不出所料 萨曼莎回答的问题里 全都是雷蒙娜和她妈妈 告诉她的事情 她几乎忘记了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别人想让她认为是真的 并且她还说出了一个 珍妮一直隐瞒的事情 原来珍妮想要带着萨曼莎 去法国跟自己的男友一起生活 这让斯通非常惊讶 因为从史之中 珍妮都没提到过这件事 她在刻意隐瞒 这让整件事情都变了味 到底这个母亲 是为了得到完全监护权 诬陷自己的丈夫 还是为了保护女儿不受伤害 这让所有人的头上 都画上了一个问号 评审过后 陪审团宣布了审判结果 格里的一级性虐待 罪罪名不成立 珍妮不仅没能争取到完全监护权 还因为非法绑架自己的女儿 而失去共同监护的权利 无法接受现实的珍妮 珍妮最终决定把萨曼莎藏了起来 并拒绝透露她的行踪 而她也让斯通陷入了最为难的境地 因为她不得不迫使珍妮交出萨曼莎 而珍妮也很可能因为违反法 停令而被送进监狱 真相扑朔迷离 除了萨曼莎的父母 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两个成年人的战争 让孩子成为了唯一的受害者 这对父母表面上都很爱孩子 可实际上却谁都不想为了孩子妥协 到底是为了自己情感上的需求